各位觀眾歡迎收看進口頻道 今天是2019年的6月29號 網路上有花友問我說 我要怎麼預防卵腐病 大家都說好慘 它的蝴蝶藍都一直種那個卵腐病 我今天就是要帶大家來教 怎麼預防這個卵腐病 首先呢 我想說幾乎所有蘭花 有些蘭花它不怕 像什麼比較耐熱的加德利亞藍 蝴蝶藍 這個比較不怕 還有一些那個長葉型的蝴蝶藍 可能比較不怕 我不是說長葉型 長葉型的那種蘭花 像那虎頭蘭 暴穗蘭之類的 那我們講這個 問題最多的就是蝴蝶藍 所以我為什麼一直跟你講蝴蝶藍 因為網路上一片上 問的問題 最多問題的就是蝴蝶藍 然後最常出問題的也是蝴蝶藍 所以蝴蝶藍問題是 我從十幾年前 我就碰到 我就覺得我個人就有一堆問題 後來上網就去求救 求救了很久 結果自己搞搞搞 好不容易搞出來 搞出一個心得出來 搞了十幾年了 搞了心得出來 所以才在這邊拍片 教大家說 怎麼養蝴蝶藍 那有的朋友呢 就照我的方法去做 蝴蝶藍會越養越好 那有些人呢 就覺得說 並沒有很好的效果 好現在我們來跟大家講一下 養蝴蝶藍呢 我要怎麼避開這個卵蝶病 首先呢 你最好的方法就是上板 不管你是要有水胎的 或者是沒有水胎的 像是沒有水胎的 都沒有關係 那你沒有水胎的話 最好是板子是有樹皮的最好 我們像剛剛 前面我們講那個 我們是有介紹那個 這個叫女王露角爵的時候 我示範膠水給大家看 那影片連結我放右上角給大家參考 就是這樣膠 各位你看有沒有感覺到有風 風在吹 花在吹 這就是有風 這叫通風 你的環境通風嗎 你通風我這樣膠水是沒有問題的 拿個水管沖都沒關係 因為你環境通風 那現在呢 我看一下我室外環境是幾度 我的室外環境32度 桃園區32度 現在32度 我剛剛才膠水喔 32度 我為什麼敢這樣膠 第一個 我的環境通風 第二個 這個太陽沒有辦法直接曬到 那我說過很多的蘭花都一樣 環境通風真的很重要 有些朋友他住在大都市區 尤其是靠馬路 那當然馬路那個地上 太陽出來的時候 那個地板熱啊 很可怕 那不是說32度可以 不是說只有32度 你應該拿溫度去測一下 看那附近是幾度 你知道那個輻射熱啊 是 對福利的人來說 其實他是很不舒服的 你如果在當時 那個很熱的情況下去澆水的話 他就會有一種悶濕熱的感覺 他就不舒服 就很容易生病 卵腹病呢 就很可能造成 所以呢 你如果假設你是養在那個 很悶很熱的時候呢 這種環境呢 你椒花的時候 你千萬不要碰到葉子 那我之前呢 我就教大家牽水神 那牽水神的影片呢 我放在右上來給大家參考 你最好就是牽水神 最好 水神牽著 你只要七根絲就好 葉子不要絲 因為我自己就很有經驗啦 我以前呢 用一個盆栽 桃盆 瓦盆 桃盆 我用桃盆養 桃盆呢 裡面呢 我用的是木塊 你要用樹皮也是一樣的 木塊都是一樣的道理 都可以用 後來呢 有一天呢 因為天氣很熱 我要外出 我要回我娘家 回我外婆 回我岳父那邊 回苗栗 後來我就把那個呢 放在三樓的女兒牆下 你知道我們三樓有採光照 我想說放在那邊太陽曬不到 結果呢 那個地方呢 更不通風 那個女兒牆下面根本就不會有風 你知道嗎 風根本就吹不到 你如果放在那個 女兒牆上面的那個台子上的話呢 那旁邊可能還會有風一點 反而女兒牆下 沒有風 後來呢 我又澆水澆下去 然後離開 過了一兩天回來 哇 中了卵腑病 所以我就知道說 為什麼說蝴蝶藍 一個很健康喔 當時那個蝴蝶藍 十幾片葉子 七根很旺盛的情況下 也會種卵腑病 原因出在哪裡 就是不通風 你又澆水澆在那個 讓葉子帶濕濕的 不通風的情況下呢 他就會種卵腑病 這很重要 所以各位你如果今天 你的環境很熱沒有關係 一定想辦法讓他通風 如果不通風的話 就很容易種這個卵腑病 還有 最常碰到 種卵腑病的朋友 就是什麼 你一定是用水胎 你如果聽完我講的話 你回去好好思考 回想一下 你是不是使用過水胎 你不管是底下是塞 樹皮上面包水胎 還是全水胎 然後放在盆栽養 那因為這個方式呢 造成他種了卵腑病的話 你自己舉手 自己留言 跟你保證 很容易種 真的只要用水胎 就很容易種 這是我個人的一個經驗 不要說 各位這樣種 我以前也是這樣種 所以我很有經驗 所以我都不敢用水胎 我說過 使用水胎的人是什麼人呢 高手 第一個叫高手 他水分控制很好 第二個 他是專家 他會知道 放殺菌劑 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 你知道你就用 我不知道 所以你不用找我 我也不知道 我只會教你用這個方式 很簡單 上碗噴水 隨便你噴 愛怎麼噴就怎麼噴 而且保證絕對不會中卵腑病 通風的地方 就這麼簡單 那很多朋友呢 他就是喜歡 加水胎 說實在的 水胎啊 他確實是很保水的東西 你在什麼情況下可以用水胎 上碗 我現在膠濕 可能一個小時後 他就乾了 所以他不會 他不怕說他的氣根 生菌 不怕他長壞菌 造成他氣根變黑壞 也不怕他積水 造成他爛根 我們使用水胎 最怕就是在那個過程中 水胎太濕 如果有些朋友很喜歡 叫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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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造成他那個氣根的直接爛掉 或者是 他喜歡一直讓水胎維持濕濕的狀態 從來沒有乾過 因為在台灣的氣候 你知道超過30度以上的高溫 一天的高溫超過30度以上 但是其實28度就有可能 你知道維持水胎是濕的 經過一陣子之後 一個月兩個月後 他的水胎內就會增菌 長菌之後呢 他就會去破壞氣根 那你的氣根就會變黑 很明顯的就會變黑 手上沒有 沒辦法跟你講 如果有的話 我就直接拿出來給你看 他就會直接變黑 慢慢的變黑 然後呢 之後呢 你會發現說 怎麼葉子出問題的時候 再拿起來 把那個盆子 連水胎維持拿出來之後 哇 根就已經爛光了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為什麼各位 我們之前拍那個 001搶救影片 我是有拿那個影片 我影片連解放右上有給他參考 當時那個 就是我有一個客戶 他就是把那個 他就是放在水胎 用水胎養 然後放在室外 用盆栽 水胎 然後放室外 最後呢 拿起來 跟全部爛光光 就是這樣子 我碰過很多的朋友 我自己也是 我自己以前也是這樣子 就是這個問題造成的 所以我會跟你講說 為什麼我會在那邊 教大家怎麼救這個蝴蝶蘭 因為我知道 大家都跟我一樣 而且 碰到呢 又想要救 怎麼每次養蝴蝶蘭都養死掉 就以為又養到很心酸的感覺 所以呢 我就在那邊拍 拍這些影片 教大家怎麼搶救 而且教大家怎麼養蝴蝶蘭 會比較安全 比較不容易出問題 那今天呢 我們就是跟大家講說 你只要呢 將這個蝴蝶蘭 可以上板 就盡量上板 上板是最簡單 然後呢 你這個環境要通風是最好 然後避免太陽直接曬到 然後 你在很悶很熱的時候呢 如果天氣很悶很熱的時候 你可以避開不要澆水 不然你就要改用水層 你如果想要像我這樣噴濕的話 你就必須要挑選 一天早上比較低溫的時候 然後通風的時候 如果很悶很熱 記得很悶很熱 千萬不要澆水 否則他很容易中軟腐病 今天我們影片就到這邊 感謝收看 再會